對 那有沒有回想小孩 讓你最崩潰的事件有什麼 我記得因為我 老大跟老二 他中間只有隔一年五個月 所以其實我 平址哺乳完沒多久 我馬上就又懷孕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們家老大身體一開始很不好 他大概一歲 剛滿一歲之後他就住院 病毒診 然後高燒不退住院 然後再過一個月 一歲兩個月 然後就是沙門市郡又住院 然後一歲三個月又住院 因為呼吸道融合病毒 就是每一次住院 都是不同的病毒 天啊 然後你知道那個醫院的醫生就 欸 不是還剛出院怎麼又住進來 然後就去檢查 又是不同的病菌 可是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我肚子七個月 其實我兩胎肚子都滿大 第一胎胖16公斤 第二胎胖14公斤 可是因為就是 寶貝那時候一歲三個月 他根本他不會溝通 他也不太會講他的感受 很歡啊 很歡的 就很歡 就是要小小的手 然後去插那個 血管什麼 他其實很痛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是 而且他是連續三個月 每一個月住進去醫院一次 所以你就很捨不得他 我就想說看怎麼樣 可以讓他開心一點 就跟我先生說 我要把木馬帶到 帶到醫院去 讓他可以看到木馬 他會比較開心 即便他可能拿點滴啊 不方便玩 可是他起碼看到木馬 他會比較開心一點 剛好那陣子又 通告很多 然後因為媽媽其實都沒有好好睡覺 那我先生是 我先生比較奇怪 他是每一天睡覺 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不然他就會腸胃炎上吐下瀉 真的喔 他的體質就是一定要睡飽 所以變成說那時候我們 我家住桃園嘛 那孩子住在台北的醫院 就變成說 每天早上我們要去 來回跑 那因為先生要睡覺嘛 然後我就 因為就只有我跟我婆婆 顧小朋友 我就請我婆婆來支援 那我爸媽是晚班 所以我們就是你知道 然後我根本是又停了個 七月大度 所以我就 要當司機 我婆婆就說 你就叫那個 我兒子起來載我就好啦 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一早六七點 把你們送到醫院 然後我再看一下Baby之後 我再去錄影 譬如說錄影可能錄第一場 然後再跑過來錄影 錄影完之後再回去醫院 然後再交班 再照顧小孩 因為我跟早起又吐雨 反而要照顧兩個 所以我就說沒關係 我就跟 我就跟我婆婆說媽 沒關係 就讓她好好的睡覺 她好好的休息 這樣沒有關係 她還要處理家裡工廠的事情 那我就來負責這樣子 照顧小孩跟接送醫院 對 而且人家說什麼孕婦不能開車什麼 那時候哪顧得了這些 我看到生產前兩天 蠟燭都頂到 就很頂啊 每次都這樣卡到 孕婦那個 安全帶會很累 很累啊 不舒服 很可憐 好好辛苦哦 浩如 那小孩讓妳最崩潰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我女兒也是 也真的就是盧 因為她就是六歲 對 她是格級 對 她雖然講得聽 但是她就是會一直跟你 又硬脆硬脊 開始會頂嘴的這個階段 對 妳想想看 她跟金剛頂嘴這樣 妳想說 對 回去 不要出來了 講不聽 所以我覺得我女兒 讓我覺得很受不了的就是 她常常會說 然後她就說 如果妳對我這麼兇 天啊 我就說那妳要去哪裡 妳有地方可以去嗎 她說 我去那個同學 那個誰的媽媽家 我說妳有問過她嗎 她會收留妳嗎 她就說 會啊 我跟她的小孩很好啊 而且我要帶著妳的照片 帶著照片 我說 因為會想媽媽 她就說 她說 不是 什麼天氣 我覺得這邏輯沒問題 因為就是很像楊皓如會講話 對 然後妳就會很心碎想說 妳這個好值得哭 對 想說我這麼愛妳 到底為什麼要讓妳 妳怎麼會這樣子恨我呢 對 她就說我要把妳餓死 妳們是吵什麼架 不帶妳出國 那吵什麼架 為什麼她會把妳照片燒掉 我可能就是叫她動作快一點 睡覺不要這麼拖 然後說妳去尿個尿再上來 這樣子 不然妳會尿床 她就說 妳講話好好講 哇賽 她說媽媽 妳不是答應我 不會這麼兇 就是她講話這樣 然後還有我覺得 最崩潰的就是 在直播業配的時候 然後很多廠商就是說 因為妳上業配的時候 會跟人家前十分鐘會聊天一下 對 然後那個廠商 我就跟那個廠商講說 那小孩子可以進來嗎 廠商就說 也不錯 因為小孩子會吸人氣 她就說那妳就前十分鐘 跟妳女兒聊聊天 好 然後前十分鐘開直播 我女兒就會進來 我說女兒那進來啊唱個歌 然後我女兒就說 Let it go Let it go 什麼這樣 然後她就看那個螢幕上 好多愛心飛飛飛飛 然後我就說 哇好多人覺得妳好棒 一直愛心耶 然後我女兒就說 那我再唱一首 A B C 什麼什麼A 唱了半 停不了喔 我就說 好 妹妹妳可以下去了 妹妹可以了吧 她就說 我還有一首 然後一直 她一直唱唱半個小時 她把我當KTV就對了 對 因為就是有很多人說 很可愛什麼的 然後連廠商的那個暗裝 都在那邊留言說 浩如姐可以進產品 她從那個留言區 浩如姐可以 不然廠商暗裝 通常是不會現身 她只會幫人問問題 她說 浩如姐可以進產品 我想 連廠商都講說 妹妹妳可以走了 走了 姐姐 她沒有跟她說 可樂 她很想